在上壹集影片中,有跟大家聊到泰森從谷底到崛起 再到因為內裝已經看不清真相的強姦案而淪為尖下球 本集影片也將繼續跟大家聊聊出獄後的泰森如何重返巔峰 又是如何落寞收場 1995年8月19日 球王泰森迎來了出獄後的第一戰 事實證明即便是入獄三年 泰森依然還是那個泰森 身體不僅沒有被掏空反而是更加的神勇 僅僅89秒就兩次擊倒終結了對手皮特·麥克尼利 4個月後泰森又3回合2分32秒 KO了小巴斯特·瑪迪斯 4年3月16日 出獄後的第三戰 泰森3回合KO了老對手英國紳士弗蘭克·布魯諾 甚至比7年前更快了兩個回合 時隔6年經歷了人生中的大起大落 這條WBC重量級世界拳王金腰帶又回到了泰森的手中 而這一刻也是距離第一次碰起WBC金腰帶 成為史上最年輕的重量級拳王 已經整整過去了10年 從迷茫到時空 從青色懵懂到流魚事故 從世界拳王到尖下球 10年一回間再戰人少年 同年的9月7日 泰森以109秒KO了布魯諾斯·塞爾登 又登上了WBA世界重量級拳王寶座 出於回歸全台一年零三個月 泰森四場比賽只用了8個回合 又收穫了兩條世界金腰帶 泰森依然是那個無可爭議的鐵人 泰森與霍利菲爾德的恩怨 最早可以追溯到泰森被道格拉斯爆冷KO的前一晚 當時最具威脅性的挑戰者霍利菲爾德 已經與泰森簽訂好下一場挑戰協議 但由於泰森大爆冷門 霍利菲爾德幾乎是不費吹灰之力的 將道格拉斯KO 一下收穫了WBA、WBC 和IBF三條重量級世界金腰帶 然而當泰森在1992年再次計劃挑戰霍利菲爾德時 卻在比賽前泰森肋骨受傷拖延了比賽時間 結果又因為強姦案入獄 這場比賽一拖就拖了4年09個月 1996年11月9日 當泰森與霍利菲爾德站在拉斯維加斯 米高梅大花園競技場擂台中央時 這場遲來已久的比賽終於上演了 但這場比賽的結果又讓人意外 賽前有公司對於這場比賽開出了42比1的賠率 對於所有人而言 泰森將毫無懸念的成為最後的贏家 然而比賽中 霍利菲爾德的魔血打法也激怒了泰森 也讓泰森一直掉進了霍利菲爾德的節奏中 不僅是在第6回合被擊倒 在第10回合時 霍利菲爾德多達7、8拳的贏擊 幾乎將泰森逼上了絕路 第11回合裁判眼前泰森毫無反抗能力後 立即終止了比賽 泰森又一次在巔峰中跌下了神壇 1年之後泰森和霍利菲爾德打下了二番戰 這場比賽成為了全壇史上最經典的醜聞 這次霍利菲爾德利用規則漏洞 將摟抱發揮到了極致 這讓泰森非常的惱火 最終在第3回合被徹底逼急的泰森 咬掉了霍利菲爾德的壹塊耳朵 震驚了全世界 賽後泰森因為惡劣行徑被取消了比賽 和吊銷了拳擊執照 儘管此後的很多年 泰森和霍利菲爾德已經冰釋前嫌 咬耳朵的那壹幕也成為了大家茶餘飯後的談刺 但不可否認的是 那場比賽之後的泰森 對於很多全民來說 當年的那個壹回合KO之王 已經失去了光環 競賽期間 泰森肆無忌憚的享受著人生 將萬貫家財揮霍壹空 當1999年泰森再次獲得拳擊之上回到拳台時 壹切都已經物事人非 那壹年泰森也因為交通事故襲擊他人 再壹次的被捕入獄 儘管此後 泰森依舊活躍在擂台之上 但已然沒有了當年的光彩 唯壹值得回味的 是2002年與時任WBC、IBF、IBO 和ZRIN重量級冠軍劉易斯壹戰 但那場比賽 泰森沒能實現奇蹟 在比賽第8回合 被劉易斯擊倒KO 儘管以失利收場 但泰森賽後依然對劉易斯表達了感激 後來大家才知道 因壹多方面的原因 泰森已經欠下了高達5000萬美元的巨額債務 而當時只有劉易斯願意主動 將泰森這位挑戰者的出場費 拉到跟自己持平的2000萬美元 但這樣還是沒能挽救泰森糟糕的財務狀況 2003年泰森正式宣布破產 之後的兩年 泰森又連續敗給了名不見金鑽的丹尼·威廉姆斯 以及被三流拳手凱文·麥克·布萊德KO 最後38歲的泰森在2005年6月11日 以50勝6負44場KO記錄 落幕宣告結束職業生涯 退役後的泰森基本遠離了拳臺 為了償還債務和提供6個孩子的撫養費 一代拳王開始到處走學 進軍給大人看的影視行業 如今泰森已經償還了所有債務 還緊跟美國產業政策 將自己的興趣愛好變成了賺錢手段 在加州承包了40英亩的農場 打造了一個大麻種植基地 據說每個月可以掙到50萬英鎊 可以說是以泛養息走上了現代農業支付路 如今54歲的泰森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齡 曾踏足過山巅又跌落過低谷 經歷過人生的跌宕起伏 也開始回歸家庭歸於平淡 成為一名父親一名丈夫 滿臉花白的鬍子少了沉浸的利器 也多了幾分慈祥 對於許多至今依然熱愛泰森的粉絲而言 不在你巔峰時慕命而來 也不在你低谷時黯然離去 這或許就是他們最真實的寫照